第1686集 严震东猛的点头 那是自然 我会告诫宗门之人 以及让台上长老亲自抹掉一些神医的记忆 不过那位轻神医身份很特殊 他的背景我不敢随随便便触碰 还希望 叶琛明白了严震东的意思 突然想起那个跪在自己面前的少女 对方看起来不像是多嘴之人便道 他不用考虑 交代完一切 拿了一块严震东的通讯玉牌 叶琛便准备赶往神级宗 因为决斗之日马上来临了 一日后 叶琛与红颜等人决战的日子到了 红颜等人站在死斗场中 此时满脸都是放肆的笑容 今天叶琛只要来就死定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可能输 红颜此生的修为赫然已经攀升到极其强大的地步 并且他们几人已经将四魔封天诀修炼到了小城境界 四人联手之下实力还会翻上数倍 总体而言 基本可以灭杀天赋逆天的那个所谓的魔神 叶琛拿什么影 而无数的弟子 此时都是满眼通红的看着红颜等人 红颜杀了连轩奇 以及一众内门弟子的事传开了 这人魔族是彻底无法无天 不把人族放在眼里了吗 可愤恨之中却是无奈 恨能怎么办 别说内门弟子了 现在即使是真传弟子 都没有信心能战胜红颜他们的 恨也只能吞到肚子里 很快叶琛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红颜等人又是一笑 果然这蠢货没有逃 众人看着叶琛却感到了一阵悲壮 叶琛虽然通过了七星炼神阁 可看起来实力好像没什么变化的 关键这几天好像还请假 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对比红颜等人的进步差距太大 叶琛步入死斗场 面色平静 而红颜等人面上的嘲讽 不屑更加的放肆 四长老出现在几人身前 他冷冷的扫了红颜等人一眼 正要宣布战斗开始 可就在这时 一道气息从天而降 一道极其恐怖 让人心悸的气息 空中 落下一名紫眸青年 面容冷傲 和红颜还有几分相似 此人是红颜的哥哥 红家现任家主红碑 红颜看到红碑 神情激动道 大哥 有红碑坐镇在场 他自然更加放心 红碑一笑道 弟弟 父亲让我来看看你 然而笑意的眼神 落在一个淡然青年的身上 刹那之间 便为无尽威压和滔天杀意 杀意直指叶尘 苍古一神也是感知到威胁 对叶尘道 这一次 可能真要小心了 来者不善 叶尘目光看向红碑 眸子一缩 丝毫不拒 哪怕滔天威压轰然将至 叶尘的双眸却依旧没有改变 动摇 固然对方极其强大 那又如何 如果对方真的插手决斗 他叶尘就算死 也会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便是他的武道 只可惜时间太紧 没有时间炼化 心得到的地灵之火 场上的双眸对视 顿时让气氛凝重了起来 就在这时 四长老站了出来 他对着红碑冷冷笑道 红兄 你对自家兄弟还真是上心呢 若是没事就快点离开吧 红碑虽然是红眼的哥哥 但两人差了上万岁 红碑算是老一辈了 红碑有些忌惮地看了四长老一眼 开口道 赵兄 今年是我弟弟二十九岁 他的长命锁 二十九年一换 我这次来 只是交给他新的长命锁 说吧 他一把将一道深紫色的小锁 交到了红眼的手中 低声道 拿着 别给我们人魔族丢脸 说吧 身形一闪 到了观众席上 而众人的目光 落在了那道小锁之上 却是一愣 这哪里是什么长命锁 这分明是在神国之中 大名鼎鼎的镇魔锁 据说 这镇魔锁是人魔族的至宝 传承上古 一共都没多少件的 这镇魔锁虽然没有攻击力 但据说是用来镇压 远古魔族的宝物 封禁之力极其强大的 被这镇魔锁锁住 即使是斩恶巅峰的人族武者 都会一时间无法挣脱 现在 在这生死战前 拿来交给红颜 还说是什么长命锁 这是不把我们人族当人吗 司长老恶狠狠地看向红碑 这是连他们神集宗 都不放在眼里了 当着他的面搞小动作 还要点脸吗 他甚至都想将正宗法器 拿来给叶臣使用了 可是他知道 以叶臣的骄傲不会接受的 一时间 神集宗的弟子们都满脸怨恨 鄙视地看向红颜等人与红碑 不过 这人魔族的几人 却依然一脸淡定的模样 在生死面前 当然是不顾一切了 还要什么面子 若是要面子 就不会四个打一个了 红眼自己也知道 这么做必定会被神集宗 集体厌恶 他这是在堵 堵叶臣死了之后 神集宗需要自己 否则的话 恐怕这神集宗 是容不下他们了 甚至任何大势力 都不会收留他们 因为名声彻底坏了 唯一有可能待下去的 反而是没多少 极致妖孽弟子的神集宗 红眼还故作姿态的 看向叶臣道 叶公子 我父亲送来的偿命锁 带着没问题吧 若是你不肯 我可以不带 四长老和一众弟子 刷的一下 将目光集中在了叶臣身上 要知道 在这个等阶的战斗中 即使被控制住一瞬间 也足以决定胜败了 若是叶臣拒绝了 胜率无疑会大大提升 不过叶臣却只是无所谓的 随便 之所以这么回答 不是因为叶臣自负 而是就在刚刚轮回目的 一道霸绝天下的声音响起 来自狂舞霸主 人魔族这群畜生 也太不要脸了 我看不下去了 我虽然不想过早消散 但小子你听好了 只要你有危险 我就会给你力量 这人魔族 欺负人族到这个地步 今日就让他们感受一下 我的力量和你的力量 能强大到什么地步 叶臣对狂舞霸主 还是有些好感的 轮回目的每一位大能的性格 都不一样 风轻扬洒脱 仓骨一身顽固 而这狂舞霸主 却是率真 眼里容不得任何沙子 甚至很多时候 不需要自己开口 便主动请站 此刻得到叶臣的答复 红眼露出了一个微笑 看向四长老道 那么 四长老 请快点开始吧 众人沉默 看向红眼的目光 更加厌恶了一分 恶心 太恶心 作弊就作弊了 当婊子还要立牌坊 还要利用叶臣的骄傲 特意问上一句 都快让人想吐了 不过既然叶臣同意了 其他人也无法多说什么 看台上的楚莹 却狠狠地攥紧了粉泉 美眸带着愤怒 瞪着叶臣 恨恨道 这个傻子 四长老看了一眼叶臣 眼中满是担忧 却还是嗡声嗡气的道 生死战 开始 说吧 身形一闪离开了死斗场 于飞夜看着面前 神色淡然的叶臣 面线一丝 讥讽之色的 对红眼笑道 红大哥 我听说咱们的叶公子 成功突破了七星炼神阁第七层 是万古以来的第一人呢 怎么 这修为看起来没有一点长进呢 众人文言也是微微皱眉 本来他们听说叶臣 通关七星炼神阁 激动不已 叶臣在神魔池内 实力暴增是有目共睹的 从与喜身池 同名的炼神阁出来 想必 也应该实力疯狂提升才对啊 可是叶臣的修武境界 却丝毫没有变化 依然是太虚一层天 这让许多人更加的担心了起来 我不是听说叶公子创造了七星炼神阁的记录吗 实力好像没什么变化 炼神阁好像是对异境方面的提高 异境 众人文言摇了摇头 异境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就算提高了能加强几分实力 这场战斗也沉难了 一方是疯狂的叠加实力 疯狂的堆积资源 另一方提升了异境 这怎么打 众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他们可不希望看到人魔族胜利 不由的高喊起来 叶臣加油 干掉这几个卑鄙的人魔族 替连轩旗他们报仇 人魔族几人文言微微一笑 对观众们一面倒的支持 毫不在乎 笑到最后的反悔是自己 红眼目光微闪 也是心中安定了下来 前几天 他听到叶臣成功突破 炼神阁的消息 还是非常不安的 他已经赌上了全部 这时候出了什么插持 他就完了 甚至整个红家都要受牵连 不过现在看到叶臣的修为 他总算是平静了 但红眼还是淡淡开口道 飞夜 专心战斗 就算他心中已经胜券在握 也不容分毫闪失 一定要尽全力 全力 再全力 于飞夜也是面容一速答道 是 四魔 风天绝 骑 红眼低贺一声 与七星等人一同运转法掘 一时间滚滚摩弃 从红眼等人的身上狂涌而出 铺天盖地 几人手中的结印 疯狂变幻 竟是无比无比的同步 那铺天盖地的气息 也凝结在一处 中文字幕 几人